根据川普这项新的行政令,政府机构必须要审核其采购做法,确保没有滥用买美国货这一规则中的例外。 通过这项命令,我要求我们政府的每一个机构都严格维护买美国货的法律,在所有的联邦项目中将使用货免条例的情况降至最低,并在最大程度上落实有关美国制造的规定。 川普在威斯康辛州的一个工具制造厂内发表讲话说,作为美国移民制度广泛的滥用行为,使得雇主能够用从其他国家带进来的更为廉价的劳工,代替各种背景的美国工人。 美国工人长期以来要求通过改革结束这些滥用工作签证的现象,他们的呼吁现在第一次得到回应,包括为进行早应该开始的H1B签证改革迈出第一步。 颁发H1B签证的初衷是帮助雇主将掌握美国稀缺技术的外国工人吸引到美国。 霍华德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罗尼尔·希拉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意图是好的。 这样做的考虑是填补技术缺口,因此当缺少美国工人时,雇主将使用有专长的外国工人填补缺口。 此举应是一项临时措施,但希拉表示,这一签证项目一直以来都不是只把那些最好和最有才华的工人带进美国。 结果这成了雇主招募低薪、低级合同工的一种方式,与填补技术人才空缺的本意被导而驰,实际上损害美国人民的利益,因此在这件事上,川普绝对是正确的。 希拉说,更严格的执行规则,可以为那些真正需要具有稀缺技能专业人士的企业提供更多的临时工作签证名额。 美国之音霍克,阿塞加,华盛顿报道。